在花蓮也可以賞櫻花 就在花蓮市區的檢察長宿舍 週末舉辦了櫻花市局 雖然櫻花還沒有開 不過主辦單位出奇招 現場設置櫻花背板 還有日本浴衣搭配櫻花風格的市局 要讓民眾可以體驗 不用出國也可以賞櫻花 4月正值日本櫻花季 受疫情影響 國人無法出國 為了讓民眾在國內仍有賞櫻花的心情 花蓮限定古籍檢察長宿舍 五六日三天舉辦櫻花市局 邀集以櫻花為主題的攤友 現場還佈置櫻花打卡牆 因為其實現在4月中到4月底 其實是日本在東北部的櫻花季節 那因為檢察長宿舍 擁有悠久的歷史背景 從日治時代一直到現在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舉辦櫻花市局 這樣子的活動 製造出濃濃的日式風情 所以在這次櫻花市局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些櫻花的打卡牆背景 還有各個攤位都有特色的櫻花商品 像是櫻花棒棒糖 甚至是櫻花的和果子 還有櫻餅等等的 或是櫻花的烘焙餅乾 櫻花的首飾 擴香等等 各式各樣的櫻花造型的商品 就是雖然不能出國在疫情期間 但是可以來檢察長宿舍 享受一種有櫻花的背景的日式風情 攤友也端出各式各樣的櫻花商品 襯托主題 並邀請花蓮和補屋 提供親子個人日式寓意體驗 要讓民眾彷彿置身在小日本 更多活動詳情 請上臉書本絲頁 好咖樂事 接著講邦彥華聯師報導 接著講邦彥華聯師報導